台北水船 歡迎前來台北水船 台北水船有一個鎮廣之寶 就這一張 1932年 大台北都市計畫下的產物 探究台北的這十堂客 有一個特色 每一堂客都會發給大家一張圖 透過圖來解說 這個城市的前世精神 剛好台北水船有位在華江整宅 那華江整宅是一個1970年代 非常Smart的一個 社會住宅 連人帶大家去走一走繞一繞 老街或是老一輩住的三合院 車子不會這麼多 可是在1970年代規劃這個時候 台北已經很多車子了 所以他如何規劃說 不要有車子二樓以上的生活空間 實現了 城市的成效已經不見了 機械式排風 因為沒有冷氣 所以你看 每一棟中間都有一個風管 這風管有一個特色 當年規劃除了排風之外 就丟垃圾 從上面可以丟垃圾下來 那棟跟棟之間有一個這麼大的水塔 當年自來水 不是每一戶大家都有機會 可以自己用 更特別他用這個大型公共水塔 讓大家可以變成 在災難來或是平日 沒有缺水的餘患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老人家蠻多的 他會利用那個 空間來 例如說這個小天橋上面 種地瓜葉 種木瓜 每天早上 就可以推去運動 到前面 黃昏的時候推這個 就可以去看孫子有沒有下課 我們等一等彎過去 要前往第二站 華西街夜市